一定會有很多人好奇 上週星星不是有去參加H&M的開幕嗎 那你去參加H&M的開幕的時候 你買了什麼東西呢 就像大家看到的我們家的沙發 我都會買很多這個暴震 我真的很喜歡這種東西 所以那天開幕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特別的 嗯... 特別的去逛女生的衣服 因為女生的衣服我覺得每一季 所以我剛買的其實都買的差不多 不過我買了一件褲子 就... 有一點... 就是復古風格的 然後它是喇叭的 然後今年其實我還蠻推薦大家可以 去買這種翻品 然後我後來我就直接奔到了三樓 三樓是賣什麼呢 三樓是賣家飾品的 就像是這樣子有點北歐風格的 這個是抱枕套 那它才賣599我覺得很便宜 所以我就買了它兩個顏色 然後那天有一個很熱門的地毯 就是什麼Light is good 大家如果有看到那塊地毯一定要搶 那我還要買了什麼呢 我還買了這種木盒 那我把裡面就都是放 充電器啊什麼的 我就可以放在啃桌面上 你就不會覺得桌面雜亂 那這個東西多少 這才399我就買了 我還要買一個這個 因為最近橘子盛產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橘子 當然你也可以買竹樓來放 然後它那邊其實有很多那種布的 布的 一個一個的那種 收納盒 你可以買那個然後放在你的櫃子 假設是開放式的櫃子 你可以把它多放幾個 然後不同的 可能有馬的 有可愛的 可能樹的 橫條的什麼都可以買 那我個人很偏愛這種東西 它就是讓你放一些看得到的 然後它也是有種北歐風格的感覺 是不是很可愛 自己是很喜歡 買一些蠟燭 然後在吃飯的時候 點或是你在看電視的時候啊 或是點在廁所裡啊 是不是就很有情調 那我就買了這個小的蠟燭組合 另外呢也可以推薦大家買這種小的杯子 然後多買幾個去湊那個顏色 像我就買了各兩對 那它裡面呢 就可以裝小的蠟燭 裝小的蠟燭要幹嘛 你裝進去了之後呢 你就不會影響 你吃飯的味道 然後你就可以放 沒有味道的蠟燭 放在桌上 然後點就是 模仿餐廳的氛圍啦 還有這個 小杯子 然後這個小杯子呢 其實很可愛 它是賣399一組 然後有盤子跟這個 有時候你覺得這樣喝很假的 的時候呢 其實你這個盤子也可以拿來 當蛋糕的小盤子 或是水果啊 我覺得還蠻好的 然後早上一杯咖啡 剛剛好一杯這樣 在那裡 這一次 因為是清北歐比較年輕一點 比較可愛一點的風格 所以它很多這種青綠色的 我完全完全的在春夏呢 很推薦大家可以買這種顏色 白的怕髒嘛 就買這種粉粉嫩嫩的綠色 我覺得很可愛 你可以買這種的 然後這個是幹嘛用的 這就是 有時候熱湯來啊 就這樣放的 然後把熱湯放在上面 那 家裡有時候不是有很多這種 炒的嗎 在菜市場買的那個 那就把它丟掉吧 就換上這種可愛的在桌面上 多棒啊 再來它是買這個呢 來擠 洗手乳 因為我覺得很可愛 長這樣 然後 是一組的 這個可以拿來放棉花棒啊 或是一些 在浴室用得到的東西 可能卸妝棉啊 什麼的 就 女生吧 把你自己的環境用得可愛一點 漂亮一點 心情會好一點 像這樣是 同一個系列的 所以我還蠻推薦 就是H&M的 家室類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它跟男裝是同一層樓 有在三樓 那 最近已經開幕 盛大的開幕 你們已經去逛了嗎 這就是我的購買清單 然後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然後 給大家一點點 就是 買東西的方向囉 我就在外面 還買幾百ussy 直接結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